大家好,这里是小川看电影 本期我们来看一部取材于真实事件的韩国电影《假日》 1988年,奥运会在韩国首都汉城举办 为了向外宾展现国家的繁荣 政府下令清理沿路的平民区 警察大金牙负责子子拆迁任务 为完成指令大金牙不择手段 动用黑帮进行武力强拆 江河和弟弟相依为命 三年前,因为生活所迫,江河偷窃入狱 刑满释放后,江河打算和弟弟定居汉城的平民区 这天,江河又偷了点生活费 回家发现弟弟和邻居都不在 这时,邻居家的小孩大喊出事了 江河意识到不妙,立即跑向村口 天上下起了大雨 平民区的男女老少一起挡在村口 抗议黑社会的强拆 一个带眼睛的文职员与村民交涉 希望他们能主动搬出这片非法建筑区 但寒冬将至 老人和小孩是熬不过冬天的 村民们不肯妥协 这时,一个小混混钻入村民众 鼓动大家动物驱赶 群中的气氛瞬间被调动起来 而首养的黑帮也早已跃跃欲试 现场顿时演变成大规模邪斗 在村民们被黑帮暴打牵制的时候 拆迁队趁机开始工作 江河弟弟亲眼看见 一位老人被摊他的房屋砸中 气急之下 用小刀挟持的一个混混逼对方停手 不过,大金牙对拆迁势在必得 这关系到他的仕途 激进的江河弟弟成了他杀鸡敬猴的目标 大金牙打出一发空包弹 以示警告 却不顾赶来的江河劝阻 紧急着射出实弹将其击毙 眼睁睁看着弟弟死在眼前 江河当场暴走 而恐惧的村民们已经失去了反抗力 任由黑帮殴打驱赶 奥运会顺利开幕 举国欢腾 但盛况空前的背后 是无数人的流离失所 江河被扣上了妨碍公务 袭警 斗殴 盗窃等罪名再次入狱 被判处7年有期徒刑 但根据保护江户法规定 江河还得被判10年劳教 拱继刑量17年 保护监护法 是1980年12月18日制定的法律 是指因同种或类似罪行 被判两次警告以上的实行 并且刑期三年以上者 再犯类似罪行事 刑期结束后 案犯将被遗掷 保护监护牢房 接受劳动改造和职能培训 但实际上 保护监护室的条件 比一般监狱还要恶劣 劳里是这里的狱霸 犯人都对他拒而远之 狱警对他的作为 睁之眼闭之眼 最近 劳里很不开心 他花了两年心血 好不容易打电好副狱长 可还没等办事 副狱长居然换人了 而新来的犯人江河 骨头硬得狠 这让劳里找到了泄分的口子 心上任的副狱长 是拆迁有功的大金牙 江河一眼就认出面前的仇人 烧制玻璃器皿 是犯人的工作 大金牙必然要来参观 这也是劳里绝佳的示好机会 江河悄悄拧碎 刚治好了玻璃杯 捡起碎片 跳上桌子俯冲而下 周围的预警即刻制止 江河刺杀失败 大金牙也认出了江河 禁闭室里 江河遭了毒打和折磨 大金牙因为办事有功 得到升迁 可打死江河弟弟的案子 有所争议 一旦出事 大金牙就得承担全部责任 所以他必须看好江河 大金牙一脸戏谑地对江河说 这里可以没有空包弹的警告 想起弟弟的死 江河一身杀气 怒不可遏 江河的胆量 让犯人们钦佩 他倒无畏 成为大家闲暇之余的谈资 这让老李这个狱霸有些不爽 这天江河被释放 一尽求是就抢过狱油的饭 狼吞胡言 老李一脚踹了过去 江河之前的举动 让老李失去了讨好副预长的机会 他警告江河 再敢惹事就没有好果子吃 这天江河明知大金牙早有准备 却还是忍不住动了手 再次被关被折磨 江河的屡败屡战 赢得了犯人们的尊重 甚至为他拦下了老李的施暴 工作时 大家谈论起 总统弟弟趁职务之便 侵吞受贿几十亿韩元 最终却只被判了七年 而后又免于执行 这让犯人感到不公 今天早上刚死了一个老头 据说 老头犯了七次盗窃 但偷偷不过是几盒拉面 几箱大米 结果被认定为惯犯 判了二十年 这些东西跟那几十亿 根本无法相提并论 可判决结果却刚好相反 大金牙把老李叫进办公室 一一列举他的罪名 贿赂看守 越狱未遂 藐视规矩 这些罪名足以枪毙 老李吓得一头跪倒在地 祈求宽恕 大金牙要的就是这个态度 罪行可以原谅 但老李得照他的话去做 篮球场上 老李掏出小道四肌而动 幸亏将和身手好 才能让他得逞 大金牙适时走来 命人把闹事的几人关押 重刑惩罚 在大金牙眼里 罪犯就是垃圾 是蛀虫 是他往上爬的垫脚石 甚至扬言 这里没有一个人能活着服安心 老李气得大喊 他觉得自己有愧于 一直听他话的御友 老李发誓 一定会杀了大金牙 然后越狱 听了老李的话 矮子有些不甘 他撬保险柜 连钱都没见到 就被判了12年 大哥在公交车上行窃三次 被判14年 小米为了给妹妹凑学费 偷了30万韩元 被判17年 而有些人吞了几十亿 才判了7年 不会为他们做点什么 这太不公平了 江赫觉得 他们该向制定 错误法律的前总统 讨课说法 有错就要改 于是他们举定越狱 几人策划了周密的计划 偷偷准备好开锁的工具 并利用工作之便 制作了小型燃烧弹 藏于腹中 敏日的大金牙 似乎察觉到了什么 但却没有搜出任何证据 1988年10月8日 一辆求舍拉了25名罪犯一间 车上配备4名狱警 包括大金牙 等车内的狱警离开之时 江赫几人展开了行动 他没有提前准备好了工具 悄悄解开了手铐 牢里的手下光巴 截下绑在牙根的线绳 从腹内拉出密封的燃烧弹 大金牙对身后的小动作 了弱之掌 他等的就是这个机会 干掉碍事的江赫 江赫解开手铐的同时 大金牙也上喝了糖 大金牙自以为这招很高明 却没想到 犯人能搞到燃烧弹 还扔在了他脚下 驾驶室遭到冲击 球车失控 大金牙的手枪不慎落地 等车停下时 江赫已经持枪 顶上了他的脑门 光巴驾驶球车 重新回到汉城 路上 他们将自己的档案资料撕毁 并靠住了几名预警 但车上的犯人 大多是犯罪不大的小毛贼 他们不愿参与越狱 怕被家中刑罚得不偿失 便留在车内保持不动 江赫朝大金牙设立枪后 和育油逃走 当晚 行人闯入一户居民家中 这家人起初很害怕这伙逃犯 但相处中 并未发现 他们有谋财害命的想法 反而对人和善 只是要在此借助一晚 甚至还邀请男主人一起喝酒 电视上此时正在播放一则新闻 前几天初审被判7年的贪官 今天二审被改判3年 男主人借着酒精感叹起来 他说 法律一直都是那些 有权有势的玩物 从来不可站在穷人这边 意外的是 大金牙没死 而且开始全程通缉江赫等人 江赫军的暂时变动计划 他们需要分开去抢劫 转业警方注意 反正他们也需要钱 早上 江赫绑着这家的夫妻俩 让他们过一会儿自行报警 如果不这样 会被当成共犯 江赫和小米一组 抢劫了地下赌场 老李带小弟光巴 去找他当初罩着的舌头商量偷渡 然而 舌头翻脸不认人 坐地起家 矮子陪大哥 去找了大哥心心念念的女友 可是 女友早已嫁错人气 孩子都有了 这晚 大剑牙抓获了其他逃犯 并向媒体曝光 这伙逃犯穷凄饿 要行刺前总统 晚上 几人又闯入一户人家 这家的男主人出差 只有女主人一人在家 老李本来就只想尽快偷渡出国 他劝江赫 就算真的见到前总统 也不过是鸡蛋碰石头 保护江户法 是不会被废除的 旁边的大哥愤懑地说 这该死的世道 他倒要看看 是鸡蛋硬还是石头硬 江赫没有多言 他决定明早去动身 大哥独自饮酒到深夜 想起嫁人的女友 他心如刀割 迷离之际 大哥看到了卧室里的女主人 色心涌动 女主人的挣扎 朝向了江赫几人 江赫一拳揍到大哥 问他几个意思 大哥说 大家期待单纯 他逃出来的主要目的 就是想留个种 可是 这万恶的世道 善变了人心 阻止了他 大家听完 一时雨色 清晨 老李和手下光巴悄悄离开 老李阻止了光巴偷钱 他不能不讲道义 要是舌头不同意 大不了是杀了他跑路 老李其实挺想和江赫他们 一起讨个公道 可他大半辈子都在坐牢 实在是想体验一下自由的感觉 晚上 老李叫来舌头 企图干掉他 抢过走四船逃走 可打开包却发现 江赫早已给他们装满了钱 老李眼眶一热 皮过头忍住了眼泪 这时光巴在后视镜上看到了警察 舌头出卖了他们 紧急着光巴被狙击手射中 舌头逃跑时捅了老李 不过 在大金牙眼中 罪犯都该死 舌头既想套老李的钱 又想要巨额赏金 大金牙对这种人只有一个字 杀 生命的最后时刻 老李用舌头的电话联系了江赫 老李走后 江赫一直在当消息 老李谎称自己已经安全 他感谢江赫做的一切 老李要江赫答应他 一定要成功 江赫说 我保证 他们能听出 老李的处境很不妙 挂断电话后 老李给光巴点了一支烟 光巴用尽最后力气 握住老李的手 一起挂上了档 油门轰动 撞向前方的警察 大金牙一声令下 数十赶枪同时开火 老李光巴当场毕民 早上 大哥留下他的全部财产 并写字条向女主人道歉 随后 他们假扮警察 携持了前总统的秘书 在秘书的掩护下 他们来到了前总统的府邸 不料 秘书突然反抗 大喊报信 江赫祈求道 他只需要一小会儿谈谈话 可是 乱作一团的保镖们 只顾护送主子躲避 将和气闹之下开了一枪 大哥见情况失控 紧忙开车接应 而此时 大金牙也赶来了 混乱中 矮子中枪 躲进了附近的居民家 屋内有一家四口 中年女主人 和他的两个女儿 一个儿子 一家人被闯入的逃犯吓坏了 可这几个人 彬彬有礼 谈吐和善 一点都不想坏人 不久 这家人就放下了戒心 大女儿给矮子包扎了伤口 小儿子和大哥玩得不易乐乎 但是 大金牙也根据门上的血迹 很快发现了他们 一时间 警察和媒体将房子紧紧包围 情急之下 江河将警方大喊 要求在两点之前准备一辆车 否则就杀了人质 江河早就誓死如归 他让其他人等会儿一块坐车离开 大哥算了算 剩下了14年刑期 加上越狱 抢劫 劫持人质 大概活着是见不到外面的太阳了 他不打算离开 矮子也一样 江河让女主人带小儿子先出去 然后年纪最小的小米 挟持二女儿就看车有没有来 小米对小女孩说 不会伤害她 让她忍耐一下 门外密密麻麻的枪口 一辆车都没有 小米知道 警方真是铁了心 要将他们就地正法 可在她退回房子的时候 江河用枪顶住了她的后脑 江河对小女孩说 希望她能救救这位叔叔 她还年轻 自首的话 说不定能活到出狱 小米不愿离开 她要和江河他们死在一起 江河借着朝地上开了一枪 关上了门 此时 小米已经气不成声 小女孩主动拉起小米的手 把刀架在自己的脖子上 慢慢走进了人群 警察局长决定 撤走警力 确保人质安全 可是 信狠手赖的大金牙不这么认为 她觉得应该直接发起攻击 如果逃犯杀了人质被报道 也不是很糟的结果 或许上头也是这么想的 局长不能苟通这种丧心病狂的行为 然而 上次随即打了电话 竟和大金牙的说辞一致 大哥和矮子不想死在警察手里 决定开枪自尽 江河拽住大哥的手 却不知怎么劝解 此时 枪里只剩一颗子弹了 二人抱在一起 子弹穿过了他们的脑袋 江河请女孩帮他最后一个忙 媒体的镜头 警察的枪口前 江河挟持女孩走到窗前 向人们大喊 他也想像他们一样 过正常人生活 却不知为何被逼到这般地步 这世道 用钱就能当上官 即便有罪 只要有钱 就可以无罪 即便无罪 如果没钱 就只能有罪 有钱无罪 无钱有罪 江河为社会底层 受欺凌的人们 发出凄厉的呐喊 他推开女孩 用玻璃碎片 割断了自己的颈动脉 大金牙随即带人冲进去 拉走女孩 对江河扶了几枪 然后向媒体说 他已经彻底清除了 凶恶的逃犯 平民去拆迁之前 弟弟曾对江河说 即便没能力改变什么 至少也要对错误的东西 喊一声不 这一点自由 不能算是奢求吧 江河向错误的法律 发出了呐喊 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而这个比刑期还要长的 保护监护法 直到设置本片的2005年6月 才因蹂躏人权被废止 好了 本期就到这里了 希望的朋友 别忘了点赞关注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